在新冠疫情的严重打击之下 不少人的工作都被影响了 有的人薪资是被砍了一大截 有的人更是直接丢了饭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要维持日常生活开销就已经是大问题了 更不用说是储蓄 金融服务平台Ringit Plus最新的民调显示 在受访的3000人当中 就有44%的人承认他们自己是月光族 甚至是入不敷出 同时候也有21%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没有办法维持就是每个月储蓄的习惯 至于民众他们现在的储蓄观念 财务规划师黄凯顺 在接受八底字日报访问的时候就表示 这当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民众没有根据自己的收入来进行财务分配 有多少就花多少 要等到有多余的钱他们才会存起来 他也相信像这样用感觉去消费的花钱模式 就是让很多人面对入不敷出 经济压力过大的原因了 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一直用感觉去消费 而不是用合理的原则来去做分配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活得 一直都在钱不过有的情况之下 用感觉去消费是很多人改不掉的坏毛病 储蓄自然就成了一大难题 受访的财务规划师提醒 存钱这回事从来都不嫌太晚 但也无法做到一步登天 新阶段入不敷出的民众可以先要求自己做到收支平衡 赚多少用多少 至少要把自己从欠债的窘境当中解救出来 之后再慢慢存钱累计财富 如果你是入不敷出的简单的来说 先把它做到收支平衡 意思是说赚5000花5000 如果你是现在是收支平衡了 这样我再鼓励你把一个目标set到比较低 但是从一个18000开始 5000块的18000就把500块储蓄下来 这样慢慢的提升提高到越高越好 我们要懂得怎么控制我们的消费 要懂得控制没有必要的投资 所以我想如果能够储蓄 大概百分之10到15 我觉得是相当的高 因为我们要考量到 还有所谓的必需品 房贷跟车贷这一方面 疫情严重打乱了每个人的生活步调 不少曾经有储蓄的人 都被迫从零存款重新开始 而没有储蓄习惯的人 更是直接负债累累 因此大部分人都在疫情下 上了一堂宝贵的课 意识到应急资金的重要性 把主要的储蓄目的 从退休规划换成了应急资金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财务规划 跟应付财务突变的策略之一 简单的来说四个字 优先顺序 意思说如果突然间 财务的变化 我们一定要给一些东西 比较优先的 例如我现在已经被扣薪了 50% 例如我现在工作已经没有了 饭碗不薄了 难道你要我现在还在想 20年后30年后的事情吗 讲到后备现金来应急呢 我发现到之前 我们的这个脑海里面 好像没有这个概念的 就是我们不觉得有这个需要的 当然如果我们讲这个 后备现金的话呢 也不需要太多了 只要保留三个月到六个月 当这个COVID-19发生的时候呢 很多人说 六个月其实也是不够的 我想经过了这两年 大家都学到了 存有三到六个月的应急资金 虽然很重要 但受访者也认为 退休存款计划 也不应该因此而完全暂停 在完成了应急资金的储蓄目标后 民众就应该把固定的收入 投入到退休存款计划当中 免得到了退休年龄 才发现钱不够用 以前我们是讲 以退休来规划和储蓄 而现在只是拿来应急 当然这个现象就有不适当了 你怎么应急都好呢 你只要一笔款项 是拿来作为退休的一个储蓄金 不要一直把退休当作是以后的事情 很多人已经是越来越接近以后了 现在可能就是你之前想的那个以后了 假如你今天还没有行动 你也一直觉得那个是以后的事情的话呢 那我想当我们真的退休的年龄 那天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面对没有钱的这个问题了 虽然现在有不少人都把退休存款计划挪厚 想要先搞定自己的应急资金 但是民调也发现了 85%的民众已经意识到 按照现在公积金户口里面的存款比例 到了退休年龄 公积金存款是没有办法应付 他们想要过的理想退休生活的 然而雪上加上的就是政府早前为了让民众能够度过经济乃关 就破例打开方便之门 让人民从自己的公积金第一户口里面给提款 最后更是让他们的退休计划面临严峻的考验 大马中总的中小企业及税务组主任孔令龙就认为 政府当初首开先例 让民众能够从第一户口提款的举措的确是有点不恰当 但是既然民众都已经把钱给拿出来应急了 那么现在如果经济情况允许 相关的会员就应该要把这些拿出来的金额给补回去 比如说从前每个月定期存入你收入的11% 那么现在你就要自己提高到15% 直到把这个数额给补回去为止 否则到退休年龄肯定会钱不够用的 那除了要民众重视退休存款 财务规划师黄凯顺他在访问当中也透露 国内现在破产的情况已经逐渐年轻化 就算政府把破产的门槛从2017年的5万令吉 提高到现在的10万令吉 破产的人数还是有增无减 而当中呢 因为付不起车贷而宣告破产的人 就占了全国总破产人士的将近三分之一 付不起车贷而破产的现象是很令人担忧的 因为在国内你要买到10万令吉以下的车子 比比皆是 可是民众却总是因为种种原因 去选择了一个跟他自己收入不相符的这个负资产 结果就搞到破产 但是有关的车贷和房贷 现在啊这些都是我们多数现代人躲不掉的经济负担 那理财讲师庄国辉他就解释 他说现在社会绝大部分民众是不可能完全不负债的 但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到自己收入之后才去做决定 他建议像是车贷啊房贷 还有信用卡债务等等这些负资产负债总额 一定不能够超过自己的净收入的一半 这样就算是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而面对财务问题的民众 一定要先承认自己的问题 然后再去分析再去解决 不能够放任不管又或者是逃避现实 要重视自己的财务问题 先承认自己的财务问题 先承认自己的财务问题